如果你對於那個公式要藍列鎖定的話 記得就是要鎖 反正就是鎖標題列跟標題藍就對了 因為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向下它會列增加 向右就藍增加 所以你要讓它固定下來 你就是用錢把它固定下來 所以要有Dollar符號 為什麼用Dollar符號 其實這個應該也是要有玄機 當然有錢就固定了 經濟穩定了 人就穩定了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覺得它這個蠻幽默的 也許Excel的幽默 就是說把它固定下來之後 你這個底下的值就會自動出現 但是 除了說可以用什麼 用指定的方式公式 讓它 幫你自動 就是說鎖定 某一個藍或某一個列 達到你要的效果之外 那我們剛剛另外 還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你把它拖拉過來按Ctrl鍵 按Ctrl鍵的意思 再複製一個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函數 它這個裡面可以改名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一個是公式 一個是函數 那函數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做藍列鎖定 但是又想要取得它現在在哪一藍 哪一列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一個叫Column 取得它的藍號 藍的話它回來了 不是A或B 它是E 或2 然後呢 後面就是一個Raw Raw的話是取得它列號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相乘的結果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我的9900分別做出來 你向下向右 一次就完成了 那哪一個比較快呢 其實就看失憶的狀況 那主要的 會有這種狀況需求 主要就是說 你將來要把資料放過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放該放在哪一藍 或哪一列的哪一個儲存格 你要放對的位置 那如果你這些觀念都清楚之後的話 那前面那個擺加性 我想應該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舉那個像三字經 或者是說像其他的文章 反正只要是 固定長度的 在文獻資料裡面很多是固定長度的 有三言 有四 有五 有七 等等的 甚至有六 那你當然你要把這個 固定的資料放在固定的位置 然後並且讓他排整期的話 這些觀念是絕對必要的 絕對需要 那可以 就是說要清楚了 你就自然 自然就知道放在哪個位置 那當然除了這些方式之外 還有什麼呢 這邊還有個什麼 刮鬍叫 VBA 不過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對各位來說 比較困難 也就在 以Sail裡面 你甚至可以做出什麼 如果要自動讓他產生一些東西的話 你甚至可以做成一個按鈕按下去 他會幫你清除 如果你要做個9910秒按下去的話 他9910秒自動幫你把它加上去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 列號能夠被刪整出的 你也可以加個顏色 也可以清除 對角線可不可以 按個對角線 也可以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不過 我想 以各位的 目前的狀況 要 學會這個 恐怕會有難度 所以這個我看 知道 讓各位知道有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這個也是未來 蠻需要人才的 就是自動化的部分 以後你做什麼事情 按一個按鈕 自動幫你完成 好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所謂的一個叫 VBA的東西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在了解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講的那個三字經部分 我如果今天希望 在網路上好了 假如說各位Google一下 Google這邊很多個 其中有一個叫全文的 你們用全文的 全文這個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全文的前 1到10 可以自動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到Excel裡面的 這個三字經這邊有個工作表 好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自己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三字經 然後請你幫我把什麼呢 剛剛那個10列 特別是1到10就好 因為總共59 我們大概取 前面的 10列來練習 那之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延伸到59 因為資料太多 恐怕你這樣練習 我怕 你會有障礙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把它更改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呢 只要取他的 前10列來練習 當然還有千字文 還有其他的 像長恨哥 或者等等的 資料 那我希望怎麼做呢 我希望假如說 幫我把這個資料 第一個 先下載下來 然後呢 把所有 不需要的格式 通通拿掉 那第一個你會 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把這個東西貼過來 到Excel的話 那怎麼樣可以變成像這樣子 特別注意喔 你開個新的 那我希望 假如說標題列 然後一直到 總共大概是 我的 我需要放的應該空間 如果你放一個儲存格 一定放不下 所以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儲存格放很大 然後讓他可以放這些文字的話 第一個你需要知道哪些事呢 第一個 我在那個前八列好了 一到大概 一到六七八 到I好了 I蘭 然後呢 到第八列 假如說我今天 希望把文字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怎麼做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I蘭到八列 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跨蘭至中 這個所謂跨蘭至中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一個格子不夠大 你可以把 很多格子選起來 按下跨蘭至中之後 他就會把很多儲存格 變成一個儲存格 讓你可以放很多東西 好吧 按跨蘭至中 但是跨蘭至中之後 會有個問題 他跨蘭至中 所以呢 他所有東西都在中間 也就是你字貼上去的話呢 都在中間 那怎麼辦呢 請你把對齊方式 改在什麼 靠左 跟靠上 因為如果你在 你原來是預設是中間的話 字貼上來會怪怪的 他會變成在中間 比如說取例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這個字啊 假如我已經做好了 把這些字 假設我已經做好之後 放進來 如果說我沒有把它更改 第一個 他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說 糟糕 他的字怎麼樣 沒有折行 所以要怎麼折行 跨蘭至中之後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對齊方式 切到這邊來 請你改什麼 自動換列 這個要改 按確定 好 第二個的話 對齊方式 請你把它改成 靠上好了 一般習慣是從上到下 所以靠上 然後呢 再靠左 他就幫你對齊好了 這樣看起來 其實差異不大 OK好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如果說要把 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格子 給他的話 那我需要 先把它 先做跨蘭至中 第二個各位請你到那個Google上面 找一下這些 Ctrl C 一下 但是你會遇到第二個問題 直接貼過來會產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就這個格子裡面 你直接貼上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有很多東西是我不要的 比如說編號 比如說空白 比如說換行符號 那怎麼辦 你用 當然你有土法鏈鋼 把它 delete掉 但是很麻煩 你要delete很多次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 不需要的東西刪掉 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說把不需要的東西刪掉 然後我是找到這個三字經全文 各位應該有找到這個東西吧 我覺得網絡上其實相關的清點太多了 只是說 如何快速的整理出你要的東西 將來如果你在 做報告 或者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可以很快的用 ysail幫你去處理一些大量的資料 好 那我們大概就取前10個就好了 所以1到10 那你把它Ctrl C 不過特別注意 你如果直接貼到那個這個格子裡面 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什麼 格子裡面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說 前面的這個列號 跟空白 這邊有空白 然後換行符號 這些的話都會干擾 為什麼 因為在你切字串的時候 要取得字串的時候 取得那個三個三個字的話 那個其他不相干的都要算在裡面 所以呢你會變得很麻煩 怎麼辦呢 把不相干的東西拿掉 那怎麼拿掉 最快 當然 塗髮煉鋼你可以慢慢delete掉 不過會很花時間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當然有 我推薦各位可以 把1到10列 先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Word裡面 很快可以做出來 那Word 記得 這個是Word 我們把這個Word打開 然後貼上之後的話 那首先 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貼上之後 請各位注意一下 右下角 會有一個叫做 選擇性貼上 或者你貼上的時候 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只保留什麼文字就好了 或者什麼 這個這邊有個A有沒有 建議你 用那個 只保留文字 這樣會貼上的是最乾淨的東西 你可以貼上之後 右下角的 這個資料標籤 或者是說呢 你在 貼上不要用Ctrl V 按右鍵 有一個叫選擇性貼上 有沒有 這邊也有A 這樣也OK 好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這個A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怎麼樣 把不需要的東西刪掉 那第一個會遇到就是Libre 1到10 那可是問題 你要這樣慢慢選 按Delete 慢慢選按Delete 很浪費時間 有沒有什麼方式比較快一點的 可以把它們整個選起來 其實交給我一招 如果你這樣 這樣選 他會把旁邊的字給選起來 我記得好像有一招是嗎 按ALT鍵 ALT鍵按住 有沒有發現 這個Word裡面的小技巧非常好用 你再按一下ALT鍵 ALT應該有找到吧 在你鍵盤上有ALT Auto 這個鍵 按住之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選選取的話 它就變重向選取了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那你選完之後按Delete鍵就好 Delete 刪掉了 這樣快很多 第一個 就是 按ALT鍵 可以快速的把 縱向的資料也選起來 第二的話呢 我要 把它清除什麼 建議各位 在那個上面面板 常用裡面 找到這個叫顯示 隱藏的一個功能 這個是什麼功能呢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它有點像照妖鏡 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不應該出現的 有沒有 裡面的空白 它會顯示給你看 還有像什麼定位點 等等的 那比如說 我們來多什麼東西呢 多 這個叫空白 它這邊是一點 實際上它是 將來列印的話 是看不到的 可是如果你希望能夠 在你做處理的時候 做編輯的時候 也顯示出來的話 建議你把這個按下去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做一個取代 那我需要取代哪些東西呢 有兩個東西 其實這邊可以看清楚 一個是 空白 一個是 換行符號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 通通刪掉之後 那它就會 留下我們需要的 最乾淨的三字經部分 OK 那怎麼怎麼做 最快呢 第二個 取代 應該各位有用過吧 或者叫 Ctrl加H 我建議你用CtrlH 因為我蠻習慣用CtrlH CtrlH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預設是 較少的 那我要怎麼取代空白 其實非常簡單 上面 請你打一個空白 記得這邊 本來沒有 你把它按個空白鍵 那下面取代成什麼 記得喔 把下面空白掉就好了 也就是 上面是一個空白 下面是沒有東西 如果上面的空白變沒有東西 那就是刪除的意思 把空白全部刪除 再按下什麼 全部取代 有沒有發現 總共它會說 我發現了101個 空白 要不要繼續 一般選是好了 看看有沒有其他 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就完成了 空白全部不見了 第一個就完工了 如果說你不知道這個方法的話 恐怕你就要慢慢刪除 恐怕你要刪1014 才能夠把空白拿掉 OK 第二的話呢 就是什麼 請你把那個 換行符號拿掉 那換行符號怎麼拿掉 其實很簡單 可是問題喔 你在那個 取代的這個面板裡面 找不到 請你找到更多 更多之後 有一個 要指定 它是什麼方式的 請你在 游標放這邊的時候 把它怎麼樣呢 這個確定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的 把剛剛的空白清掉 按 就是backspace 或delete 把這裡面先清空 再把這邊改為更多 指定方式 特別注意 在指定方式裡面 最上面那個叫段落標記 那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刪除 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是叫段落標記 那也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利用那個段落標記 取代著沒有 它就怎麼樣 全部刪掉了 不然的話你以前要慢慢刪 會非常麻煩的 這個小技巧 非常好用 指定方式段落標記 底下空白 就沒有東西 所以確定一下沒東西 按什麼 全部取代 那裡面只要有 段落標記的 就會被 全部取代掉 19個 是不是要繼續 那再找找看好了 好 不過一定會留下最後這個 這個不可能 沒有的 所以 只會 剩下一個 那這個地方的東西的話 就要把它 Ctrl C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移到你的三字經裡面 剛剛的東西本來裡面是清空的對不對 沒有東西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貼上 恭喜你 你的 這個三字經的 10列 那10列裡面的話 我們剛剛看一下10列大概每一列總共幾籃呢 1234 總共8籃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希望能夠在這個下面 把字放上來 那請你各位 在這邊空一列好了 這邊一樣 1 到10 假設我這邊 1到10 然後 這個 假設1到10列 那 我希望一樣 8籃 1234 1567 剛好8籃 那我希望呢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找1到8 假設也給它一個編號 按Ctrl鍵 按住就一 那我希望把這個東西 剛剛好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我放進來 每三個字 放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做法怎麼做 其實這個跟剛剛擺 擺家系呢 做法上面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只是說呢 擺家系剛剛是一個字 現在是三個字 而已 其他都一樣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剛剛這個地方 請你選10列 貼到握的裡面 裡面做什麼呢 記得喔 就是 重點 總共會有 第一個就是 按LD鍵 選取這個把它 Delete掉 第二個呢 空白一鍵取代 第三個換行把它取代掉 再貼過去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 試一下 試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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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